好,我非常肯定这一集我们以前做过 我甚至把它拿来当成教材 在我还在教书的时候 在补习班当成课程来上过 但总之这是一颗 已经烧了 不要想烧了 已经亮了超过100年的灯泡 然后还在亮着 然后你看到这照片里面 它旁边还有台监视器在照着它 就好像似乎是 就是在看着它让它不要灭掉的感觉 这事实上你也办不到 but anyway,所以这个灯泡真的亮了那么久 然后它好像也被收进了金氏世界纪录 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 就是以前的人做东西 真的是做出来就是要给它动就顾 那只是后来我们发现到 如果这样子做东西的话 那这些公司都要倒闭了 要是我今天卖一双袜子给你 这个袜子穿了10年都不会破洞的话 那我要10年后才能卖你第二双袜子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的公司会倒 所以我必须要卖你可能穿了一个月 甚至穿两三个礼拜就会破掉的袜子 尤其女生的丝袜更是这样 所以并不是他们做不起来 可以称很久的丝袜 只是他们不愿意这么做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 有计划的让东西被淘汰掉 所以这个英文叫做 planned obsolescence 所以里面有个字就是obsolete 这个obsolete我们也算蛮常讲的 也就是说一个东西 它其实没有坏只是你不会再用它了 因为它已经过时被淘汰了 这个字就叫做obsolete 那我常常举的例子是 例如说你的iPhone 6 iPhone 5 可能还没有坏 你可以开机 甚至有些功能还能使用 so it's not broken but you wouldn't use it because it's obsolete ok因为它已经就是没有再用了 它被淘汰了 所以这个字变成另外一个名词的时候 就是obsolescence obsolescence这个字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在会计学里面也有这个字 只是当有一些公司计划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蛮邪恶的 说真的 好anyway 我们来看这边说的它的背后的故事 so this is the the centennial light 所以它认为一个形容词叫centennial 那它的意思其实就是百年的意思 centennial 所以它被称为百年的灯泡 centennial light the world's longest lasting light bulb burning since 1901 所以从1901年就开始 在亮着 那这个亮着他们用的字就是burn 就是烧这一个字 也没什么问题啦 其实 ok 那所以也就是说到现在它已经 这个122年了 大概是这样 好 它的location在这个 4550号 East Avenue Livermore California 所以在加州啦 那我如果没记错 它好像其实是在一个 那个消防队里面 and due to its longevity the bulb has been noted by the 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 所以念了有点卡 所以因为它这么长寿 所以这个 bulb已经被 金氏世界纪录被注意到了 所以金氏世界纪录的英文词叫做 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 我们就把它稍微 留在我们的笔记上一下 所以它是Guinness 那这个不要念错 因为我以前真的 有遇过一个九处小姐 那九处小姐在卖什么呢 它在卖建立士的这一个黑啤酒 你知道吗 就爱尔兰还是哪里的 英国的那个黑啤酒 那同样是这个字 所以你喜不喜欢喝建立士 你喜不喜欢喝Guinness 所以我听到那个九处小姐 念成Guinness 我就觉得不OK 好anyway 所以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 所以这是世界纪录 金氏世界纪录的一个名称 它甚至有书这个字在里面 好像你被纳入史册的感觉 那世界这个字我们也在雕砖一下 就雕大家一下 这个字大家也是常念不好 因为我常听到大家把世界这个字 念成了英文字的这个字 所以这个读音叫做Word 那世界呢 你就加一个L在里面 所以它的读音是 World 那后面再次是Word 那我们台湾人常会把它念成W-A-R-D Word 有时候我们会问说 你会不会用Word 其实是不对的发音 因为W-A-R-D Word是例如说小隔间 像例如说你在监牢里面 被关在小隔间里面 So you live in a prison ward 那也有prison cell 所以小隔间也有cell这个字 就是细胞这个字 同一个字 那监狱里面的 那个典狱掌或之类的 我们就叫做Worden 所以都是Word 这个字出现的一些变化 Worden 那我们常强调 OR合在一起的话 它的发音其实就是 中文的耳朵的耳 所以好比说虫这个字 W-O-R-M 那它的发音就是Worm 不是Worm Worm变成温暖 所以我们习惯了这个 Worm的这个发音 或者Word的这个发音 其实都是被害到 都是我们 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 最早学到或者这个字 就是OR 对不对 So you or me Right Coffee or tea OR 或者 所以当OR放在 OR这个字放 这两个字母 被放在字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很自然的 继续用OR的发音 继续发下去 所以我其实可以很理解 为什么大家要把W-O-R-D 念成了Word 所以但是不是 它的发音真的是Word 那虫是Worm 那温暖才是Worm 然后小隔间是Word 也就是我们念错的那个字 那再一次世界 加一个L在里面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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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Anyway 这个车远了 So the 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 下一段 所以它本来是一个30瓦的灯泡 或者其实是60瓦 但总之现在它就慢慢的 可能反正就没什么力气了 所以它现在变成了4瓦 OK So the centennial light was originally a 30瓦 or 60瓦 bulb Now very dim 所以它现在非常的dim 也就是很暗了 整个暗沉下去 Now very dim emitting about the same light as a 4瓦 nightlight 所以就跟4瓦的夜灯一样 释放出的光声这么少 所以这个放出的光的动词 用的是emit emitting about the same light as a 4瓦 nightlight 那总之它是一个手工的 然后用碳把它塞进去 还是什么干嘛 是一个暗沉light bulb 所以the hand blown carbon filament common light bulb was invented by Adolf Adolfi 不太确定它名字怎么念 Chalet 它反正是一个法国的工程师 然后它就反正就被发明出来 然后就制作出来 然后1972年的时候才发现 它怎么那么长的时候 然后到现在就大家照顾着它 就是好anyway 所以这就是这一个百年灯泡的故事 希望你喜欢 好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